我出生在中国一个基督徒家庭 小时候外婆常常带我去教堂聚会 唱诗赞美神 长大后得到了一些主的恩典 经历了一些主的作为 我更加感受到主是信实的 主对人的爱是最真实的 主的话语带有权柄能力 能带给人力量 也带给人美好的盼望 每当唱诗祷告主 读主的话语的时候 我都能感到心里特别踏实 平安 2007年我来到了美国 2010年10月 我在教堂里受了洗 并且开始参与侍奉 那时候我心里很火热 由于我家里教堂很远 每次聚会时 我早上五点钟就得坐地铁 往教堂赶 但我心里很甘甜 感觉只要能满足主 受这些苦都是值得的 教会里大大小小的事 我也都参与 看圣经也特别得开启 可是几年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听到就犯困 看圣经也没有明显地开启 灵力常常软弱下沉 牧师讲道也是老生常谈 没有新的亮光 每次聚会一结束 弟兄姊妹就开始聊那些 与信主无关的事 有的推销保险 有的介绍对象 还有的说去哪里旅游好玩 看到这些 我不禁想起圣经里记载 律法时代末期 主耶稣来做公事 犹太百姓在圣殿里 买卖牛羊鸽子 主耶稣看见后 掀翻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并且斥责他们 把敬拜神的圣殿 变成了贼窝 看到如今的教会 变得和当初的圣殿一样 我心里特别痛苦 无助 也很迷茫 想不通 为什么教会会变成这样 为此 我常常来到主面前哭诉 主啊 你在哪里啊 现在的教会 已经不是教会了 多数人都是口头上信你 心却远离你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不蒙你称许的 主啊 你在哪里 你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接我们啊 就在我痛苦迷茫时 我认识了一个姊妹 她给我见证了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通过交通 全能神的话语 我才明白 教会荒凉 主要是因为 牧师长老 不实行主的话 不遵守主的诫命 他们带领信徒 偏离主道 随从世界的邪恶潮流 远离主 背叛主 导致教会里 不法的事越来越多 被主恨物 厌弃 再一个 就是神早已道成肉身 做了一步新的工作 就是漠视 审判洁净人的工作 因着神做了新的工作 圣灵做工 也从恩典时代的教会 转到了跟上神 新做工的人身上 教堂里没有了圣灵做工 才会出现各种混乱的现象 姊妹又从旧约律法时代 神做工带领人类生活的意义 讲到主耶稣定十字架 救赎人类的意义 再讲到 末世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审判工作 彻底洁净人 拯救人的意义 与所要达到的果效 把神所做的每步工作的内幕 实质 目的 都讲得特别透彻 而且都有圣经依据 我听后 心服口服 于是 高兴地接受了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2012年8月份 我开始参加教会生活 和弟兄姊妹交通神的话 分享对神话语的经历 认识 渐渐地 我灵力干渴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 为了让更多的人 尽快听见神的声音 归回到神的宝座前 得到神宝座流出的 生命活水的供应 三个月后 我开始给 原教会的弟兄姊妹 传福音 2013年的一天 我带着全能神教会的 刘姊妹 去原教会张姊妹家 给她传福音 我们正在交通时 突然 我婆婆和大姑姐 从外面冲了进来 婆婆指着刘姊妹 大声骂道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谁让你到我们教会来通呀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 吓住了 不知道信主多年 一向和善谦卑的婆婆 怎么突然变得这样凶悍了 为了让刘姊妹 能给张姊妹 继续见证神的末世做工 我赶紧连说带劝的 带着婆婆和大姑姐 离开了张姊妹家 今天 要不是张姊妹的妈妈 给我打电话 我还不知道 你跑到他们家里 去传福音呢 咱教会的牧师 传道人都说了 你信全的神 就是离开了主耶稣 人家牧师信主几十年了 不比你等得多吗 就是 伊丽亚 你是太年轻了 你被迷惑走错落了 你知道吗 听了婆婆的话 我想起看过的 关于跟随神 与跟随人的区别 这方面的真理 全能神说 因为哪里有神的心说话 哪里就有神的声音 哪里有神的角踪 哪里就有神的座位 哪里有神的发表 哪里就有神的显现 哪里有神的显现 哪里就有真理 道路 生命的存在 不明白真理的人 总好随从人 人说这是圣灵做工 你也跟着说 这是圣灵做工 人说这是邪灵做工 你也随着疑惑 或者也说是邪灵做工 总是人云亦云 自己一点不会分辨 也没有一点主见 这是没立场 没分辨的人 这人是窝囊废 全能神的话语 让我明白了 跟随神就得寻找真理 只有神能发表真理 只要找到了真理的发表者 就找到了神 全能神的话语 都是真理 是全能神的话 让我明白了 神拯救人类的三部做工 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奥秘 知道了什么是道成肉身 什么是默示审判工作 还有什么是圣灵做工 什么是撒旦做工 什么是神的做工 什么是人的做工 等等 这些话都是真理 讲的都是神自己的做工 与神对人类的心意 是神在教我们 怎样分辨撒旦 弃绝撒旦 归向神 这些真理 是任何人都说不出来的 从小到大 我听过很多牧师长老讲到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讲出这些真理奥秘 我确定全能神的话就是神的声音 全能神就是那要来的真理的圣灵 我跟随全能神 没有错 在跟随神的道路上 要有主见 不能做糊涂没分辨的人 当初的犹太百姓 就是因为不讲分辨 没有主见 盲目听信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话 抵挡定罪主耶稣 失去了主的救恩 还遭到了神的惩罚 婆婆没有读过全能神的话语 没有寻求考察过全能神的做工 就盲目听从牧师的话 这不是跟随人吗 婆婆这样做 是在抵挡神 背叛神啊 妈 您别生气 先喝口水 对于全能神的末师做工 我是经过认真考察的 从全能神的话中 确认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才信的 在律法时代 耶和华神颁布律法 带领人生活 到恩典时代 主耶稣定十字架 救赎人类赦免人的罪 到了末世 全能神来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解禁人的工作 让人彻底脱离犯罪本性的捆绑 最后把人带进美好的归宿 这三部工作 都是一位神 在不同时代 所做的不同工作 但做工的宗旨 都是为了拯救人 我今天 接受全能神的末师做工 就是跟上了高养的脚踪 并没有离开主耶稣 就像当初 主耶稣来做工时 那些跟随主的门徒 不是背叛了耶和华神 而是跟上了神的做工步伐 今天也是一样 全能神在主耶稣 救赎工作的基础上 做了末世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就是跟上了神 最新的做工步伐 就是迎接到了主的再来 这怎么能是背叛主呢 妈 圣经上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咱们不能麻木 听信牧师的话 得自己分辨考察 然后才知道真假呀 再说 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要有敬畏神的心 不要以口犯罪 免得像当初犹太百姓一样 随从法利塞人 抵挡了神哪 行了 别再说了 早在已经九七年 我就听说过全能神教会 见证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做了末世审判的工作 但牧师长老 都说这道不对 难道牧师长老 不比你明白圣经多吗 你别再信了 你如果坚持要信全能神 咱们就断绝关系 我儿子 也只能跟你离婚 你一个人 敬身出户 妈跟你说的话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观众 神啊 你知道我身量小 面对婆婆的搅扰 逼迫 我很软弱 愿你加给我信心和力量 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无论临到什么样的环境 都跟随你 祷告后 我心里平静了很多 想起圣经中的话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又想到一首神话语诗歌 你不要灰心 不要软弱 神会向你显明 神会向你显明 国度路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哪有那样便宜的事 轻而易举就想得福 今天人人都要有苦的试炼 否则你爱神的心不会加强 对神不会有真正的爱 不会有真正的爱 哪怕是一点点的环境 人人人 人人都要过关 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环境就是神的祝福 经常跪在神面前 求神祝福的有多少 有多少 这时我明白了 这件事临到有神的许可 神借着婆婆 大姑姐说的话 检验我 看我是否还有信心 继续跟随神 国度路上 坎坎坷坷 充满了属灵的征战 既然我认定是真道 那就不论有什么艰难贤阻 我都应该跟随神走下去 这是一个基督徒 该持守住的对神的忠心 也是该为神做的见证 明白了神的心意 我心里踏实了 就告诉自己 不能因为肉体受点苦 就放弃追求真理 更不能为了家庭的和睦 而背叛神 错过神拯救人的 千载难逢的机会 神的话给了我信心 给了我力量 我立下心志 不管婆婆 大姑姐 怎么逼迫拦阻 我都要跟随神走到底 后来 我信全能神的事 传到了牧师那里 牧师和传道人 看到我和全能神教会的姊妹 在传福音 他们都很生气 不满 从那以后 他们就隔三差五 到我家里来 对我说教 我的生活 被搅扰得不得安宁 心里感到很痛苦 姊妹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就新的东方闪电了呢 你得赶紧回来啊 是啊 你可不能走错路啊 姊妹 弟兄 你们如果想寻求全能神的做工 想寻求全能神发表的真理 我很乐意跟你们分享交通 我也可以请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到咱们教堂 见证神的末世做工 让弟兄姊妹都听听 看看全能神的话 是不是神的发表 是不是神的声音 但是 如果你们还是来劝我 放弃信全能神的 那你们就不用说了 你说全能神的话是神的话 你有什么事实一句 你怎么就知道 那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声音 就是 凡事有心有灵的人 听了主耶稣的话 都知道主的话语 有权柄 有能力 这就能确定 是神的声音 我读了很多全能神的话 全能神的话 跟主耶稣的话 一样有权柄 有能力 另外 全能神的话 打开了圣经里的一切奥秘 揭开了神从创始以来 所做工作的内幕 发表了拯救人 解禁人的一切真理 揭示审判了 人的败坏真相 与人信神所走的错误道路 给我们指明了 信神脱离罪恶 达到某种旧的正确道路 让我们知道 怎么做才合神心意 你们想想 除了神自己 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呢 谁还能做这些工作呢 这就是我 确定全能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声音的根据 还有啊 这些年听你们讲到 我感觉不到圣灵的做工 越听越没信心 但是 自从我读了全能神的话语 灵力就得到了供应 不再干渴了 对神的信心与爱心 也加增了 你们是牧师 常跟我们讲解圣经 那就请你们再想想 主耶稣来做工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自己是神 当时跟随主的人 都是根据主耶稣口中 所说的话 与主耶稣的做工 认出了主耶稣 就是那要来的米赛亚 从而相信 并跟随了主耶稣 就如彼得 拿旦叶 撒玛利亚夫人等 他们都是因为 有一颗单纯寻求的心 才从主的话中 获得了圣灵的开启 听出了主耶稣的话 就是真理 认出了神的声音 而跟随主的 所以 我们今天听见 有人传主回来的福音 最理智的做法 应该是寻求考察 听听全能神的话 是不是神的发表 这才是聪明的童女 这样才有机会 迎接到主的再来 被提进天国呀 李弟兄 您先喝水 传道人还说了 很多写说谬论 来迷惑我 但都被我 用全能神的话 一一反驳回去了 行了行了 我看你啊 完全被东方三殿 给迷惑了 圣经上说 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如果有人传 主回来的福音 你们不听 不考察 而是随意定罪 这不符合主的教导呀 这就跟当年的 法利赛人一样 是把神 重定十字架了 这是触犯神的性情啊 我呀 不跟你说了 你呀 好好地反省反省 两位弟兄 看着他们离开时 又气又恼的样子 我心想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都是真理 但你们却不考察 不接受 还拦阻我们接受 你们不就是 主耶稣说的 瞎眼领路的人吗 我想起了主耶稣的话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都是靠恩赐与知识 来做工的 如果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些人能跟他吗 他毕竟是有些知识 会讲点道理 或者会笼络人 会用些手段 就把人带到他跟前了 把人都欺骗了 人名义上是信神 其实是跟随他的 牧师长老口口声声说 盼望主耶稣来 但当主真的回来了 他们却不寻求 不考察 还能歪曲事实 颠倒黑白的 定罪神的新工作 甚至拦阻信徒接受 他们整天做工讲道 名义上在信神 侍奉神 实际上却是在抵挡神 他们和当初 主耶稣定罪的 法利塞人的实质 是一样的 都是假冒为善 都是仇恨真理 与神为敌的敌极度 是全能神的话 让我长了分辨 看透了牧师长老的 真实面目 不再受他们的迷惑 是神加给我勇气和智慧 让我用全能神的话语 反击了他们的谬论邪说 感谢神 今天来考察 神默示做工的人真不少 是啊 神的谣 听神的声音啊 喂 妈 你是不是又跑就穿飞了 你赶快回来 妈 我婆婆又打电话来 让我赶紧回家 行 那我们赶快走吧 好吧 贾牧师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他看住了 感谢主啊 等他回来 你好好串撑他 特别让他骗你主道啊 对 我们有时间再过来 嗯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你们慢走啊 姊妹 最近听说牧师长老 常到你家去搅扰 拦阻你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也不知道啊 你是怎么想的 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牧师长老虽然搅扰得厉害 但他们见我 已经定真了 全能神的做工 而且 他们每次来散布的 那些谬论 都被我用全能神的话语 给驳回去了 他们就蒙羞 不再来了 感谢神 不过 我最近又临到了 新的难处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心里觉得很压抑 也很痛苦 交通出来听听 因为在新神的路上啊 我们无论遇到 什么样的难处 神的话 都会帮我们解决的 我婆婆 一直反对我心全能神 最近抵挡得 越来越严重了 她每天都盯着我 我只要出去一会儿 她就会打电话来 问我在哪里 前几天 我传福音刚回到家 婆婆又跑来拦阻我 她又哭又闹 不让我心全能神 看我不听她的话 她就边哭边吹自己 说我不让她省心 看着婆婆那么大年纪 哭成那个样子 我心里很难受 不知不觉 我心里有些软弱 我意识到情形不对了 也来到神面前祷告 但不知道在这世上 该怎么实行 姊妹 今天临到我们的这些事啊 从表面上看 好像是家人在逼迫我们 其实在灵界 就是一场挣战 来 我们坐一会儿 读两段神话吧 全能神说 神在人身上 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在外表看到的 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 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 或出于人的搅扰 但是背后 每一步工作 每一件事 都是撒旦 在神面前打得赌 都需要人为神 站住见证 就像约伯 受试炼的时候 背后是撒旦 与神在打赌 而临到约伯的 是人的作为 是人的搅扰 在你们身上 神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背后都是撒旦 与神在打赌 背后都有征战 子妹 这段你来读吧 行 全能神说 你不要怕这怕那 无论千难万险 你都能稳定在我面前 不受任何的拦阻 让我旨意得畅通 除去你的惧怕 有我做你的后盾 何人能把路横 切记 切记 要有我的胆量 加在你的里面 在不幸的亲人面前 也要有原则 但你还要为我的缘故 不向一切黑暗势力屈服 凭我的智慧 行完全的道 不让撒旦的阴谋得逞 尽其所能 将你心摆在我面前 我必安慰你 使你心得平安喜乐 感谢师父 阿们 子妹 神来拯救我们 但撒旦却想方设法地 拦住我们来到神面前 他利用身边的人事物 来搅软我们 或借着我们身上的软弱处 如情感 脸面 来挟制我们 使我们灵力 软弱 下沉 撒旦这样娇扰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远离神 背叛神 失去神的末世久恩 所以 我们要试破撒旦的诡计 根据神的话看事 如果来到神面前 祷告神 求神带领我们 赞助见证 让撒旦蒙羞 感谢神 听了神的话和你们的交通 我明白神的心意了 感谢 今天临到我的这些事 就是一场属灵征战 我愿意为神站住见证 也愿意效法约伯 当初约伯在受试炼的时候 撒旦攻击他 朋友们论断他 他的妻子也劝他弃掉神 但是约伯 宁肯咒诅自己的生日 也不埋怨神 不否认神 站住了见证 让撒旦蒙羞 最终 神向约伯显现 大大赐福于约伯 我觉得 今天临到我的这些事 有神的美意 有神的许可 通过这些事 让我长了分辨 同时 成全我对神的信心 以后 再临到这样的事 我有信心依靠神 站住见证 不让撒旦的诡计得逞 感谢神 感谢神 你来了 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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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啊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信错了 你都离开主耶稣的名了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是啊伊丽 妈说的没错 你就听妈的话吧 妈 你没有寻求考察过神的末世做工 光是道听途说 牧师长老怎么定罪 你也跟着定罪 这合适吗 咱们信的是神 应该寻求听神的声音 不能听信牧师长老的谎言迷惑啊 妈 你先不要下定论 这样吧 我们听一听全能神的话 你听听 这是不是神的声音 全能神说 从耶和华到耶稣 从耶稣到这部所做的 三部工作贯穿下来 是一部完整的经营 都是一位灵做的工作 从创世以来 神一直在做工经营人类 它是初 也是中 它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它是开展时代的 也是结束时代的 三部做工 时代不同 地点不同 的的确确是一位灵做的 凡是将三部工作分割开来的 都是抵挡神的 现在 你务必得明白 从第一部 到现在所做的工作 是一位神做的 是一位灵做的工作 毫无疑问 妈 我没有信错 更没有背叛主 我今天信的全能神 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 独一真神 是主耶稣的再来 全能神 把六千年经营计划的 奥秘都打开了 告诉我们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是分三部 每部做工的内容 方式 地点不同 神的名也不同 但神的实质不变 还是神自己 神的名改变了 那是因着神做工的需要 神是以名来更换时代 以名来划分时代 每个名代表一个时代 但三部工作 都是一位神做的 这是确定无疑的 伊丽 如果你真的要信全能神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接纳你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妈 大姐 这么多年来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也清楚 自从我嫁到你们家 一直本本分分地过日子 今天 就因为我信全能神 走人生正道 你们就无法接纳我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不管你们让不让我信全能神 我今天都跟定全能神了 妈 请你以后 别再拦阻我信全能神了 也别让牧师和传道人来我家了 在美国 信仰是自由的 你们没有任何权利拦阻我信神 妈 她的事以后咱不管了 没想到 当我为神站住见证的时候 婆婆和大姑姐 也没有和我断绝关系 他们好像忘了我信全能神似的 再也没有来拦阻我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全能神的话说 人的心 人的灵 在神的掌握之中 人的一切生活 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 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一切 然而 任何一样东西 或是有生命的 或是死的东西 都将随着神的意念 而转动 变化 更新 以至消失 这就是神 主宰万物的方式 从这次的实际经历中 我更加认识到 全能神就是独一真神 人的心 人的灵 都在全能神的主宰 掌握之中 我对神的信心更大了 经历了这一次次的征战 我虽遇到很多难处 受了一些苦 也曾消极软弱 但我看到 神是人随时的帮助 我实际的经历体会到了 全能神话语的权柄 威力 是神的话语带领我 一步步胜过了撒旦的试探 蒙了神极大的保守 从中我也看到了 神的全能智慧 与奇妙作为 我对神的信 更加坚定了 我愿意用心 环抱神的爱 传福音 见证神 让那些活在撒旦 黑暗权势下的人 让那些苦盼主耶稣再来的人 都能尽早跟上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听见神的声音 能与我一样 被提到神面前 面对面地享受 神生命活水的供应 得着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我心舒畅 我灵快乐 神爱激励我 吃喝神话 交通真理 心里有享受 实行神话 得着真理 凡事有路心 完全脱离 撒旦全是自由的释放 得着深爱 真幸福 我是最快乐的人 深爱充满我的心 享受深爱 真快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